其实讲到韩国瑜 我跟他因为有相处过 我跟他做立委 我从来没有跟他去喝过 任何一次酒 我现在要这样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所以你又觉得当时 韩国瑜很不够意思 都没找你去喝酒 我不会这样想 因为他也晓得我 当时不喝酒 不过我觉得 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我必须要讲 就说这样讲好了 韩国瑜他自己不会不知道 大家现在要攻击他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 接下来是不是说我得了肺癌 因为我身体这么瘦 还是我身体有什么毛病 或者有什么绝症 我接下来会有 抽烟得肺癌 喝酒得干癌 对 他已经都已经知道了 这些事情 那知道这些事情 我只是觉得说 其实这么样情绪化的攻击 对韩国瑜来讲 是不会有伤害的 那韩国瑜这种回答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条歌叫《龙柱回桃》 分一匹一匹地点 酒一杯一杯地点 对不对 还有中间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有意思 在坎坷路 骑我那个龙柱的摩托摩托 我的人生像狗屎 我的人生像狗屎一样 那就韩国瑜过去17年的经历 是不是像狗屎 但这个台语歌 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好 这条歌我觉得形容出来的就是 我们台湾人其实看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过程 人生都有高高低低 人生中自己都会有一些放纵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讲这段话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这条歌 这是台湾现在很流行的一条歌 讲的就是人生的过程 大家现在看韩国瑜的 不是看他的过去 许多的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 最怕就是人家过去掀他过去的底 然后再去做影射 再去做伤害 可是我跟各位讲 现在这招已经没有用了 为什么 每一个人现在看的是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 你现在做什么榜样 你有没有努力 你的未来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 你做政治人物 你要做什么样的示范 风范 我觉得大家都在看 韩国瑜大家看到 我看到韩国瑜 我是觉得很可怜 干嘛被这么重的包袱 我讲真话 干嘛被这么重的包袱 你现在你要出来参选总统 这其实就只有一点 民意 是民意要你韩国瑜出来选 你韩国瑜就出来选 民意不要你出来选 你就不要出来选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跟国瑜就是这样说的 我说什么都不用回答 你只要告诉大家 民意要我选 我就选总统 民意不要我选 我就不选 不要像赖清德跟蔡英文那样子搞 我就太丢人了 也不要像柯文哲这样扭扭捏捏 想要占什么便宜 我觉得就是民意为决定 韩国瑜今天 大家想要去打他很多原因 或许你跟他是有仇恨 你有对他不满 但是你要晓得 大家的民意怎么看政治人物 自己大家都有一把尺 当你攻击过头的时候 韩国瑜只会得力 不会失分 因为台湾的人是很厚道的 台湾的人会原谅你过去 反省过去所做错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看到是 你反省之后 有没有做正面的事情 这台湾人 绝对给大家所有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样的攻击 其实可以停止了 我更觉得说 现在出来参选总统的人 给台湾人民应该看到 是一个民主 君子的风度 我请各位选民 大家仔细去看 不要讲他的能力如何 我觉得大家要去看 他将来要做总统的人 做总统的人 他有没有这种君子 民主的风度 才能带你这个国家 走向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看这些事情 我另外要讲一个杨秋新 我跟杨秋新 以前做省议员就认识 杨秋新这个人不是坏人 杨秋新这个人也很努力 他也很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杨秋新 跟韩国瑜中间的误会 不一定只是韩国瑜 跟他个人的误会 我觉得是团队之间 会有一些误会 但是如果杨秋新 今天这样出来攻击 然后又受到韩粉的攻击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现在停下来 慢慢就比较好了 杨秋新的那个事情 我也觉得慢慢变得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经历过这些的攻击 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把很多 可能在大选会碰到的问题 在现在大家都提出来 然后看人民的反应如何 那民意如果还是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就出来 如果民意不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在这的时候就被打败了 那我觉得他不出来也是很正常 我们就是在人生里面 人生胜利组可能在 是我们整个人类 包括台湾在内 是极为少数的人 才是人生的胜利组 像马英九就是人生胜利组 他以前也是偷偷抽烟 又会淘家 也没有很胜利 但是他是人生胜利组 从出国留学 考上好的高中 读好的大学 到美国去读书 回台湾以后就 在很重要的职务里面 去担任角色 然后当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然后再来就选台北市的市长 也当过政务委员 等等也当过法务部长 他是人生的胜利组 蔡英文也是人生的胜利组 但是这些人生的胜利组 是极极极为少数 国民党在周西伟 县长在被五人小组 征选的时候 他说国民党的胜选 他的评估是 我觉得习伟兄太客气了 我的估计根本不到五成 我的估计不到五成 不管是韩国瑜不到五成 郭台铭更不用说 绝对不到五成 那朱立伦跟王金平 也都更少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2020年的选举 国民党并不是稳赢的 既然不是稳赢的情况下 这个选战是非常难打的 既然是很难打的 我们看看在九合一的选举中 蓝营是在台北市最大的大北营 在台北 你不要讲其他的县市了 台北市蓝营的最大的大北营 而当时在台北市的 四党的选举就是操作的 就是蓝绿之间的对抗 因为当时他们的估算是 我只要把连胜网的票抓住 就是四成五 然后民进党萎缩到15%到20 柯文哲就吻败了 他们当时是认为 所以我操作蓝绿 因此他们是台湾的22个县市中 唯一一个不打无色觉醒 不打这个不分蓝绿 追求中间选民的一个城市 而到最后的结果 柯文哲显胜 那败选的非常的生气 认为说这个在选举的过程中 怎么有一面开票 一面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法官是认为说 你很难确定说一面开票 一面投票到底是图利于 这个你还是图利于对手 你这个很难去认证 没有办法证明 科学上也没有办法证明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其实他给我们一个很重的启示 就是2020年 如果你操作蓝绿的对抗 你打蓝绿对决 绝对国民党不会赢 为什么 因为蓝绿的政党 都已经萎缩到这么低了 这就是为什么柯文哲 能够一直有这么大的支持度 是因为他拥抱的 就是中间的选民 拥抱的是年轻的选民 所以柯文哲的支持度 都这么的高 而今天国民党蓝营的内斗 如此的激烈 如此的惨烈 而且还不一定会赢 而且赢的几率是 其实是低于四成的 很紧张的 然后又要去操作蓝绿的对决 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中 又要对于蓝营内部的候选人 这样的无止境的厮杀 我觉得这个无止境的厮杀 对于你把韩国瑜打下来了 也不会让你郭台铭就上来 你打下韩国瑜 郭台铭不会因为这样 顺势就上来 而你也会智商 也就是说人家会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这边会给韩国瑜 跟他的支持者一个 一个良心的 而且很深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是什么 不管任何人 不管任何人 不管你是党内的人 或者党外的人 对你有任何的攻击 抹黑 侮辱 批评 不管他用尽各种手段来去打你 你只有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蒋经国 我的以前的老校长 创校人 蒋经国教导过我们一句话 就是你对于党内的同志 对于你的无情的攻击 你只能够打落牙齿 或血吞 这是你唯一能够选择的 对于党外的 你就要跟他针锋相对 跟他力争到底 但是在党内 你受到这样的无情的侮辱 攻击批判的时候 麻烦你打落牙齿 或血吞 这是你唯一能够用的战略 所以对党内跟对党外 要用不同的方法 这一点麻烦你 韩国瑜也好 韩国瑜的支持者 采用经国先生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教训